穿上白袍 接下中醫同仁以及針灸包 慈濟大學後中醫學系的學生 試願成為良醫 我會希望我自己能夠成為一位 就是能夠同理病人 不同處境的醫師 不管今天這個病人 他的職業啊 或是階級 種族 族群等等 我都能夠以示同仁 期許同學能夠本著三個心 很有感恩心 那很有耐心 當然更重要的是說 要對病人有同理心 那未來成為一個 具有人心人術 就是慈悲喜捨的現代中醫師 先發大慈徹飲之心 試願苦救寒靈之苦 宣誓代表林國偉 曾經是慈濟醫學院 解剖學科的老師 退休後進入學士後中醫學系 完成人生另一個夢想 我已經完成了老師的 25年的這個教學的生涯 我希望可以再挑戰下一個領域 也就是醫師的生涯 我希望可以真的就像那個 藥王孫師廟他寫的一樣 他是可以真正做到 可以士病猶青 歷經三年的學習 如今就要踏入實習領域 學生們期待發揮所學 造福人群 大愛新聞 林思文中江坡 花蓮報導 第二天